压力这个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肯定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到有遇到一些问题 我要把这个问题点出来 在嘉义区高中高职免入学发生了争议 引发了嘉义县、嘉义市两县的学生跟家长表达了非常的不满 在我们的云嘉版的媒体里面有写 嘉义女中勉士增儿,嘉义县32名,嘉义市7名 这样的一个分配让市长跟县长蒙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我的研究发现了在15个高中高职就学区里面 有10个是单一县市的 有5个是跨县市的 其中呢嘉义区是县市长属于不同的党派 那我们要来问啊 免市入学委员会的组成结构 是由谁来推选 国中校长、高中校长 是不是会受到地方势力的左右 第二点 我要问教育部 我要问教育部 在2月29号已经核定了我们的免入学的招生简章 在我们的免入学招生简章里面已经发售了 为什么你还要来开一个委员会 要来核准嘉义县32名 嘉义市7名的入学呢 你是根据什么标准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不是有压力 未来如果再持续发生这种状况 该怎么办 对于跨区的 不同党派所执政的 这种招生委员会免入学的 委员会应该要有一个非常合理的 一个处理方式 避免因为不同党派的县长来执政 造成学生的权利遭受到损害 谢谢 谢谢 谢谢